大家好,番茄一般会长得很高很大 在种植时都会留有足够的空间和距离 供它们生长 那在小苗期这么大的距离就有点浪费了 可以在两棵中间种点生长速度快的菜 比如生菜,油菜,这些绿叶菜,长得快 等番茄汁液添满的时候,它们也该采收了 我在这两棵番茄中间种了生菜 番茄移苗后的第五天种的生菜 把地平整好 加了点鸡粪 一般绿叶菜都喜欢蛋肥 倒上一些粽植土 先浇一遍水 浇湿浇透 用小棍先搓出均匀的小洞 然后每个里面撒几粒种子 绿叶菜的种子也可以直接撒泼 直接撒在土里 就是撒不均匀 上面再盖一层土 浇透水 浇透水 第六天就出苗了 第二十五天就可以采叶子吃了 摘叶子吃 生菜还会长出新叶子 这样可以持续的吃一段时间 生菜已经长大 番茄的变化也挺大的 第39天时 番茄已经开花结果 生菜的生长空间还挺大的 等没有空间了 就可以拔掉了 这样半生的种植方式 番茄可以给生菜适当的遮阴 生菜对地面有覆盖的作用 可以减少水分蒸发 对番茄也有好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然后再加洪水分蒸发 我们下期见 妈